导游如果经济好的 他会去上一些短期的精进的课程 华语导游证 领队证 两张证件现在只能躺在皮杂里 上导游原先接陆客团 现在他只能回校园当客座讲师 但他说他的状况已经比同行好很多了 以陆客的这个导游来讲 现在基本上有团带的真的非常非常少 经济不好的那当然就为了要生活 陆客团不来都已对台湾的观光产业 有多大的冲击来看看数据统静 目前的华语导游人数有三万两千五百八十七人 但是在就业的只有一万五千人 由于陆客人数纵减 让他们的生计受到影响 领绕导游共4.3万人 其中华语导游最多有3.2万多人 其次是英语日语和韩语 华语导游占比高达74% 蔡政府花36亿补助国旅 扩大内需 但IP是选钱大撒币 从夜市券到泡汤券 补助款都是纳税人的钱 面对记者追问 林家龙没有答复 到时有绿营立委希望 发展观光应该蓝绿合作 让观光客真正进到台湾来消费 这才是政府应该有的作为 要不然只是在浪费大家的钱而已 有很多的旅游业者 到我们党团来承请 第一个效果不大 第二个收到券之后 那要去请免费用 耗时而且非常的繁复 基本上功能不大 而且业者也不太欢迎 所以希望蔡政府拿出 比较具体的旅游政策 能够扩大国内的旅游市场 不只兰尾认为补助是撒币 专家学者也觉得 真的要旧观光 不是花钱了事 而是要提升产业品质 你不过是用一些促销 或者是降价的方式 去刺激消费者的需求 但是你在没有同时能够 把台湾的观光品质 提升的这个两个步骤 一起同时做的情况之下 那极有可能就是 当你的这些促销跟补助一旦消失 那所有我们所看到观光 所应该产生的问题 就又打回原形 要提振观光 韩正寅提出将观光局升格 产业链统一管理 才有可能发观光财 赚观光财不一定要靠路客 但观光体质品质没有彻底改善 只能眼睁睁看着观光外汇 流向日本韩国甚至是东南亚国家 TVBS新闻 瑞华卓一支台北报道